那您的意思是说 梅道远他想用众筹的办法 来完成理想国 凭我对梅道远的了解 他能够想到的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理论上说 这是条路 可是从石操的角度来说 这完全不可能 上百亿的资金缺口 完全从购房人群中筹集 这太不现实了 完全不现实 但是我所认识的梅道远 他就是喜欢做人 不现实的事情 去干这种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地产也好 其他的商品也罢 在做众筹的时候 一定要面临三个 基本的问题 考考你 收拾看 资金监管 风险承担 利益分配 没错 这三样 任何一点出了问题 都足以致命 资金监管 需要极其强大的控制力 和执行力 这一点都不需要操心 不论是梅道远或是留念 他们都有能力 在一夜之间 组建一个强而有力的 精英团队 那风险承担呢 明德不能再冒险了 根本输不起啊 明德本身就是死马 当作活马役了 哪有什么输不起的 所以这两点 倒还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是看起来 比较次要一点的 第三点 利益分配 连开局都不敢保证 就去顾虑结果 这也太可笑了 现实就是这么讽刺 在利益面前 每一个人都是赌徒 预约高的回报 就代表着预约高的风险 这个道理谁都懂 但是人性就是这样的 过高的利益 会让人蒙蔽眼睛 忽略了风险 而去觊觎那个回报 这才是梅道远 要去面对的难题啊 既然众筹的这个概念 已经抛出来了 我想现在大家 不妨可以先谈一下 利润分配的问题 梅先生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连方案都没做 仅凭一个众筹 就来谈回报分配 会不会维持过早 一凡 在所有的商业合同当中 利润分配永远是 最重要的一点 梅先生 明德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不是慈善基金会 这个项目是要建立一个 属于明德的商业帝国 如果在利益分配上 没有达到该有的利物 那么对明德来说 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也应该清楚 明德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还谈什么赚钱呢 如果成功 明德得到的 是存活下去的机会 嗯 不好意思 那我想问一下 大家为什么要把钱 交给我们呢 这个概念是你提出来的 你解释一下 很简单 李响国这个名字 很好听啊 如果所有有梦想的年轻人 都能够住进这里 他们创业 他们成家 他们交朋友 在这里安居乐业 多美好的一件事 对 我们要让每一个买房者 心里都要清楚 这个项目从头到尾 明德公司 只是一个统筹和规划者 每一个人参与这个项目 从集团到个人 从建房到销售 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 都是我们的股东 理想国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我希望能让每一个人 感觉到阳光 感觉到温暖 而不是一个 充满铜锈味道的 钢筋混凝土 梅先生说得很对 那我也想问 如果没钱的人 想要到李响国来 又怎么来呢 我们李响国 不能只服务于 有钱的年轻人吧 没错 现在大部分年轻人 挣钱都只够租房了 我们可以先让他们 先付一年的房租 再给他们签一个合同 给他们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不管他们之前 交了多少年的房租 只要将来他们赚钱 想买这套房租 那么之前 所有付过的房租 都可以变为购房款 以租代售 将会是理想国的 一个核心概念 当这个概念 被抛出来之后 会让多少年轻人 热血沸腾 他们想买房 但是手上没有资金 但是这个概念 会在他们的口中 把我们明德集团 推向一个 房地产革命的 一个高点 有着这个啊 不但可以解决 目前的资金问题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突破上家集团 长久的铁壁合围 当这个概念成为 街头巷尾的话题时 大家想一想 明德集团还会缺钱 好 好了 该说的话 我们都说完了 应该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吧 梅先生 这件事情你还得容我 我再考虑一下 明白了 时间紧迫 各位抓紧吧 走吧 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 他们两个订婚 其实 是梅道远走的一步棋 你啊 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这不是你所看到的 儿女情长啊 是梅道远的 是梅道远的选择 是不是我猜的那样子 是梅道远的选择 没有了 不要再提离开的事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跟我说呀 留念不听 我可以听 谢谢你 谢什么 傻丫头 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我得救你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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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好 我想 傻丫头 我好 我好 我好